我最大的是2010年而已 就是為什麼我開台灣的生用室 是因為2010年我生一場重病 然後我在醫院住了大概一兩個月 然後而且那陣子剛好 就我還去展覽 然後所有東西都卡掉 所有的時間全部停止 然後只能夠躺在床上 就不知道我能夠幹嘛 然後我陷入這種很憂鬱的狀態裡面 然後可是直到了 我在醫院裡面就是 就認識很多隔壁冰床的人 然後直到2011年那一年 我隔壁冰床那個人 我就 他是一個癌症病人 就是淋巴癌到最後一期 所以我看了他所有的治療過程 然後 後來變成好朋友 然後我就出 接下來我就出院了 然後某一天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就跟我說 欸那個志偉啊 可不可以 來 就是來看我們一下 就是他的化療快要結束了 然後我就說好啊 我記得是過年的前 除了前幾天 我回台中過年 然後接到電話 我說好啊 過年回來之後 就 過去看 然後結果 就是過年回來之後 我就上台北 那時候在台大 然後我就進醫院 就是看到他媽媽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在那個 病 病房的門口 然後我就跟他打招呼 因為很熟了 然後我就問那個誰是誰在嗎 然後結果他媽媽就跟我說 他走了 他是有很輕鬆的 口氣 然後我想說 就是怎麼不巧啊 就是 就是出院了 結果他就說 他在裡面 然後我走進去看 他說他剛剛走15分鐘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就是他躺在床上 完全沒有 人過來處理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那個東西 就是非常深刻 那個植物到我當初那個 完全不曉得了之後要幹嘛 那個 那個狀態 是 所以我覺得後來 嗯 就開始 作品開始討論這些生死的議題 我第一個做的呢 就是叫靈魂的重量 我是隔了幾年 就是做了一個叫靈魂重量的 東西 是 是 是 它叫靈魂的重量 嗯 然後我想要藉由光線這個材質去 去 去 去叙述就是 生命很輕盈 可是不斷 被迫運轉不斷那個狀態 嗯 對 做這個狀態 它是一種很細 它是那麼細的燈管 然後很長 嗯 然後在黑暗空間中 有一個微微的藍光 可是用一個很像呼吸的 的那個頻率在運動 嗯 嗯 除了一講 除了一講是這一隻 也是這一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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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我不斷 就是思考疾病人的關係 然後 那件事之後 我們剛好 就是我爸就是 就是 腦腫瘤 然後 然後我覺得突然覺得那一陣子 為什麼都是這種事情 就是 疾病啊 誰生病誰死掉誰離開 我覺得在那個當下給我很多的 就是震撼 因為在那個之前我覺得人生是 就是美好快樂 就是好好唸書就好了 可是這時候開始思考疾病人的關係 然後 後來就做了 橄欖系列 這東西就很像 我去用這個東西來隱喻一些 入侵的一些 東西 那 其實這個燈管回去吸取 那個植物上面的水分去讓它發工 我後面有一些導電的東西去導電給 這個植物 那 藉由這個植物的水分 它會去傳導電力給上面的燈管 那其實當植物漸漸死亡的時候 水分也是慢慢的乾枯 那這些燈管也會因為水分乾枯 沒辦法傳導 然後光線慢慢的就是消失 我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到橄欖系列我就 就開始 然後台北講那個就開始慢慢的在講一些比較 因為我從 疾病 疾病跟人的關係 後還是引遇到科技跟環境 然後慢慢講到一個 我覺得比較像是就是 國家跟全世界的那個關係 所以我用了番薯這個當作是一種引遇 但我沒有很清楚想去很殖民 就是直接講國家這個東西 那我不要在意那個比較在那個生死跟 他們入侵的那個感染擴張那個 所以就做這個系列 然後這個系列就一直在發展 它有各種不同的各種不同的狀狀態 跟不同的形式 這是某就是某一個感染系列在講 疾病人就是跟人還有科技還有入侵這個 然後剛剛那個靈魂的重量 我還是一樣繼續的發展 然後後來就是發展了一個叫宇宙 就是去年的 然後我用一些比較 比較宗教的符號在這個裡面 都一樣去傳達那個很輕盈 可是又有東西在漂浮那個 那個東西 它是比較像剛剛那個紀念朋友的 那個那天作品的延伸 就是 就從那個面對死亡 就是那個開始 我試著去把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寫日記 所以我後來就變成 我講不出話來 我只能夠作品跟我的材料去表現 我想要講的東西 就是慢慢的我在把那些 比較情緒的東西 灌到我那個 平常使用的那些材料裡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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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